光刻机是制造芯片非常重要的装备之一 经过多年的研究公关 由中科院光机所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 超分辨光刻装备研制 29号通过了验收 为微纳光刻加工等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深紫外光刻作为主流的光学制造技术 由于演射极限的限制 常采用多次曝光多重图形等技术 进一步提高分辨力 导致光刻装备成本极高 中科院光机所研究团队 采用一种全新的超演射光学技术 突破了传统光学演射极限 研制出了国际上首台 分辨力最高的超分辨光刻装备 在10毫米乘10毫米市场范围内 单次曝光最高线宽分辨力达到22纳米 随着芯片往更广义的方向发展 就现在有很多的微光机电系统 比如说弹测器 比如说弹感器 大部分的10毫米乘10毫米 都可以满足这些广义芯片的需求 接着电动芯片应该说 这种市场是可以满足部分的需求 据了解该项目目前已获得授权 国内发明专利47项 国外发明专利4项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结合实际应用需求研究团队通过技术的延伸 实现了系列化的超分辨光刻装备研制 解决了多种微纳功能材料和器件的加工难题 并实现了第三代光学器件 广义芯片等相关器件的制造和应用 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与传统光学是一个大的变革 光刻机现在是我们国家集成电路最卡脖子的关键设备之一 这个机器上我们有了突破 对于我们将来我们国家的集成电路 维系加工各方面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